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都发生了些损失 感觉2022年算是近期内 我自己觉得啦 觉得是从小时候到现在 近期内算是一个蛮大的转折点嘛 感觉2022年发生了一些 没有想过会发生的事情 对那当然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 还在进行的战争 还在进行的那个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战争 对然后应该大家都没有想到 在去年大家应该都没有想到 今年会直接就是直接爆发 一言不合直接爆发大规模战争 对这个大家可能 对可能都没想到 尽管就是明明去年的时候 其实就有分析出这个可能的结果 就是他们是透过一些情报啊 然后数据分析就有分析到说 今年有可能俄罗斯会进攻乌克兰 但是其实你知道常常这种预测的分析啊 都是做出来 然后但是大家不相信 对然后结果最后成真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傻眼 对就是有一些分析做出来的时候 大家想说好一定这个分析错了吧 怎么可能对 但结果很可惜的就是 结论上就真的 结论上就真的 真的大家 大家都没想到 连就是他们乌克兰自己的那个总统 哲伦斯基他自己 自己原本知道那个消息的时候都不相信 然后结果 结果就开打了 对没错 然后还有包含呢 就是今年还有发生那个 呃有中国 中国人的示威抗议其实也是 也是非常 也是非常 没有想到的一件事 就其实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很惊讶吧 就是在我们还 我们还活着眼前的这个时代 竟然能够有中国人 就是上街抗议这种事情 简直就是 简直就是太扯了 简直就是太扯了 对 然后 2022年唯一的好事可能 也不是唯一的好事啦 就是大家觉得国际上比较大的好事 可能就是 那个COVID-19有比较 有比较趋缓呢 对 但是 呃 他那个分 一般的分析师是觉得说 2022年的坏事是比好事还要多 对 然后 嗯 从 从最 从最 还好的开始讲的话 应该就是 那个 英国政治界的 英国政治界的动荡 算是大家蛮 蛮在乎的一个 蛮在乎的一个点 对 因为 就是 总理的任期 总理的任期 非常的厉害 就是在两个月内 换了三任首相 对 然后 还有就是 失去那个 还有就是 伊丽莎把女王国士 所以说 失去了世界上 就是在位时间 最长的君主 对 然后 所以说 就是一开始有先有那个 强身政府的一些状况 然后后来就是另外一位 另外一位那个特拉斯 就是他得到这个 得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结果 就是才过了 45天吧 对 才过45天 然后就 然后就 然后就下台 对 然后再来的话 应该就是那个 巴基斯坦的 危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关注巴基斯坦 但是 巴基斯坦目前状况 是真的蛮惨的 因为 就是包含了政治经济啊 然后还有 还有就是环境气候的问题 导致巴基斯坦 现在惨到不行 就是 原本是先政治 就一开始 四月的时候 是先发生了政治的 政治上的问题 就是总理 他就先 他就先在那个议会当中 被用那个不信任投票 就是被他投下台 这样子 然后 就是 这件事情蛮好笑的是 有人说巴基斯坦的总理 从来都没有完成过 完整五年的任期 就是总是 就是没有结束 就被 就被下台 这样子 但是他没有就是 接受他就这样下台的事情 他就是跟他的那个 他就带着他的那个什么 追随者 然后开始在那边抗议 就有人 有人他 被人家头不信任 踢掉之后 然后开始找一大选 找一大选追随者 然后开始在 在那边打闹 这样子 就是 就是不愿意接受 然后想要 想要马上罢免 就是接任他的人 就是完全好像是为了 为了报复这样子 然后虽然说 他就是已经被 被认为是就是 被用那个什么 反恐怖分子条的 那个法律来去 来去 来去制裁了 但是结果 后来就是还在11月的时候 直接进行什么暗杀行动 然后进行暗杀行动之后 他自己又 他自己又 又受伤 对反正就 反正就各种闹剧这样子 结果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在他在那边大闹 政坛的情况之下 那个 巴基斯坦的债务危机 也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对因为他们的那个 外汇存体已经就是地域非常危险的水平 然后 有非常严重的负债 然后那个国际货币组织 就是IMF 就还就赶快 赶快就是要批准了一笔钱 就是要去 要去帮助他们 要不然可能他们就会 他们国家 就是政府都要倒了这样 然后后来 后来就是 就是还是可能 就虽然说有解决眼前利己的危机 但是毕竟呢 他们是欠了就是很多很多的钱 尤其是呢 欠中国非常多钱 然后欠中国这个钱 其实他们根本就 根本就还不起 然后主要又都是 主要又都是 都是欠给中国 对然后就很惨 欠中国的钱有300亿美金 对然后300亿美金的话 是巴基斯坦国内的GDP的30% 对就是他们 就算用全国人赚的钱的三分之一 才够拿去还给中国 对那他当然不可能 大家不可能把大的钱 拿去 而且大的钱是赚到自己的口袋 就这个GDP也不是政府可以拿出来的 所以说 嗯就是 2023年要还非常多的钱 对然后所以就 就会有非常多问题 结果没想到 就是在政治经济都倒的时候呢 他们又发生了就是 那个因为季风带来的暴雨 然后结果冰川也融化 就是直接造成一个 一个前所未有的洪水 就是直接大 就是冰也融化 然后又一直疯狂下雨 整个整个国家全部被 整个国家三分之一的地方 都被洪水淹没 对然后有一百万的人住的房子 全部都全部都毁掉 所以说 所以说巴基斯坦就是三重危机 非常的非常的惨烈 然后再来就是 嗯那个关于人道主义 就是大家很关心的 人道主义相关的问题 就除了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 俄罗斯进攻乌克兰这件事情 就是当然那个乌克兰的人 这人全完全就是都 就是怅然进食 但是除此之外呢 其实全世界总共有 三千两百万人都是难民 对然后就是这些人的定义 难民的定义就是说 如果你是因为迫害 或者是受到一些冲突跟暴力 然后必须要离开自己原本住的地方 或者是就是你原本 你还是待在你原本的国家 但是你 嗯因为一些原因 包含战争或是 之类的 你可能需要被迫离开你的家 就是你可能就不能住在 你原本想住的地方 的话 就这些全部都算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有三千两百万人 对 然后重点是最惨的其实是 就是这个计算是说 人数之后应该会增加到一亿 对 人数应该会增加到一亿 那如果全世界 嗯 我记得我有看到 他说2023年预估 就是人类会 人类的总 总人口数会接近八亿 好像就七亿 七亿九 七亿九千万之类的 然后所以就接近八亿 那如果说有一亿的人 都是难民的话 那这样有八分之一的人 都是难民 所以说超惨 就是全世界有 全世界那时候 那时候大家不常在那种什么 就是恋爱的歌曲都会讲说什么 什么七亿分之一的灵魂 就除了就是时代变迁 已经靠变成八亿分之一 就是你要找到喜欢的人 是八亿分之一的灵魂 之外呢就是 还有八分之一的人是难民 就超 就真的超惨了 就是全世界每八个人 就有一个人是难民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很有可能会导致 全球的各种问题 因为 为什么会估计说 人数可能会激增到一亿的原因 是因为 2021年底的时候增加 就增加了1300万 所以照这个增加的速度 来算的话 很快就会到达一亿人 对 然后一亿人到底是多少呢 一亿人就是把爱尔兰人跟立陶宛人跟纽西兰的人口全部加起来差不多就一亿人 所以世界上会有这么多的难民 就将会非常难以解决 对 然后当然现在目前就是主要急增的原因是因为乌克兰发生战争 但是其实除了乌克兰以外呢 就是这些像是叙利亚阿富汗啊 然后还有南苏丹 叶门之类的这些国家的这个人道的局势非常令人绝望 对 就是那边的冲突感觉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迹象 然后所以其实国外援助也不能做什么事情 然后像是叙利亚的话呢 他们就已经占了全世界难民的五分之一 对 所以说就是非常多都是来自于 都是来自于叙利亚难民 然后最近又有什么 今年还有发生就是什么海地 就是什么帮派暴力事件 就是什么帮派 就是什么那个总统 总统挂了 然后其他人都要跑了 然后然后他们的那个他们的当地就是全部都是全部都变成帮派在掌控 因为就是政府完全没有办法压住那些人 然后啊人家为什么要成为帮派 就是因为如果不去当那些帮派的话 你没有办法去掠夺资源 没办法去那个话 你就是等着二死 所以说海地人有点像是迫不得已 然后就是很多人为了生存去当去当去加入帮派 对因为如果你不去抢别人的话 你要嘛就是被抢要不然就是自己二死 所以说呃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选择去当帮派 就是也不是他们的错 对因为他们就只是没东西 他们就是没有东西吃 然后没有办法那个就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如果不去当抢别人的话 你就是被抢的人 所以说就是海地后来就一大堆人全部都变成帮派 然后基本上国内就是分为四帮派的人 跟跟不是帮派的人 然后导致就是有非常多海地的人就是赶快要逃走 因为就是你如果留在当地 你要嘛就是成为帮派 要嘛就是被帮派虐待 所以说就是不如就大家就想逃走 对然后后来也有 之前好像在鲨鱼有讲到过说那个 就是 就是有一些海地人跑去别人 跑去别的地方 然后就是也是被霸凌的一些状况 对 然后虽然说呢就是有非常多外国在努力干预这些事情 但是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难以解决 对然后另外一个 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2023年之后会变得更加严重的地方就是 那个 E索皮亚 对应该是 应该是E索皮亚 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内战啊 国家 国家的内战 非常的可怕 虽然说呢他们就是结束了两年的内战 但是 这场内战已经导致 就是他们国内有510万的人都流离失所 所以说就算内战结束了 这些人的生活还是没有办法改善之类的 那现在大家其实很担心就是说 因为国际救援的资源是有限的 但是 但是应该说本来就有限 然后也不是很非常充足的状况之下 然后乌克兰又战争 然后各种地方都开始爆炸 所以说 呃 情况就是非常的险峻 就是这个时候可能原本大家 主要都是在帮 就是都在努力帮助乌克兰撑下去 但结果就在其他的地方一直 一直出事的情况之下 有的时候他们把资源移去其他地方 那乌克兰的状况就很危险 再来呢在这个拉丁美洲的方面呢 拉丁美洲就是最近有在2022年 有左倾的倾向 其实一直以来就是中南美洲都是被认为是 认为是就是只能是被 呃右翼的右翼的领导人来去掌控这样的状况 但其实五年就是可以带来很大的不同 就从呃2018年的时候 呃墨西哥选上了一个选上了一个就是偏左的候选人 然后从此以后 就是在那个中南美洲吹起了一阵就是左倾的风向 对就是开始人民开始选出那些 就是就是在意自由进步价值的候选人 但是其实呃还没有办法确定说就是呃人民真的有 真的已经相信就是左派的左派的就是理念 原因是因为呃这些人啊他们都在很不好的时机被选上 也不是很不好的时机是因为呃世界本来就很很很艰困 然后可能通常在呃右派执政很久了之后 就是他们现在他们现在上台啊想要去解决那些什么性别歧视 中族歧视或者是之类的问题 但是呃因为通膨啊或是种种原因就现实状况非常的非常的困难 所以说他们等于是很难兑现他们的承诺 就这些左心的候选人虽然选上但是因为就是一些 他国内的一些经济问题或者是对或者是就是更立即危险的问题 都没有办法马上解决 所以说他们的这些他们这些这些其他想要去兑现的承诺 就是很有可能在这种严峻的状况之下都无法达成 那这就有可能导致下一次的时候呃选民就会不愿意再投给他们 对但是但是这个就没有办法因为因为就是现实非常现实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难以度过 就是不管是疫情啊或是各种各种各种困难环境上环境上的灾难等等就 对世界上就是在发生很多灾难然后没有办法就是说现在想要推动什么东西就可以都很都很顺利这样 那再来的话就是今年很大的一件事就是关于伊朗人吧 就是伊朗伊朗就是自从那个一个20岁的女生就是因为没有把头发盖住然后被抓走 然后进了警察局之后呢他就在警察局里面莫名其妙的死掉了 这件事情呢就引起了就是全全国人的暴动就很多人就是跑出来就是这好像是伊朗最最多人出来抗议的一次 虽然说感觉上呃没有到很多人就是对我们来说可能没有到很多人但是呃伊朗人就是有那么多人出来抗议是很很了不起的事情 对然后他们就想要就是想要就是就是谴责就是政府对于父母会对父女的虐待就是不管是这个规则上就是叫人家一定要把头发盖住之类的 然后更何况就是有人就被抓走被就是道德警察抓走了之后进去还死在警察局 就是原本一个健康的人就这样死在警察局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大家都觉得大家都觉得很很可怕感觉里面已经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然后结果后来因为大家一直抗议啊然后所以后来他们就甚至是直接杀了450个450个抗议的人 对然后还有就是进行一些公开处决之类就是怕大家会整个会整个会整个就是群起反抗 对所以说嗯就是现在伊朗的伊朗的状况是非常不妙 就是反正就是有人反抗啊他们就是一直一直镇压这样的状况 然后基本上在这样子的情形呢根据过去的经验就是假设就是领导政权突然出现分裂或怎样的话 基本上整个国家就会直接陷入一个垃圾般的状况 就是原本状况就是已经是很乱就是政府跟领导人跟跟人民之间对立 要是政府之内在发生内斗的话 基本上就是真的是一滩非常不好的浑水 然后今年呢还有个重大的唯一的好事就是唯一的好事就是那个疫情缓解 对在疫情爆发三年之后呢就是世界算是已经度过了 再除了中国以外啦就是世界算是已经度过一个一个全球大流行的战折点 就是可能也很多人已经已经因为这个疫情而逝去 但是就是世界开始世界的那个COVID-19已经开始开始稳定 然后所以很多国家都结束封锁啊 然后结束旅游的限制之类的 对 然后西方国家当然是认为说之所以能够就是现在能够开放的原因 都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疫苗非常的成功 所以让就是大家能够在几年之后就能够就能够回复 渐渐回复正常的生活 但是他们认为就是反例就是中国 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这个 他们认为中国的疫苗没有就是不够有效 所以导致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把这个疫情压下去 然后他们又不愿意去大量购买西方的疫苗 所以导致说他们就是一定要清零 然后一定要随时随地的严厉镇压 只要有地方有爆发就要封锁这样子 然后所以2022年底竟然发生了 就是大家真的都想不到完全想不到的事情 就是中国人民竟然会竟然会开始反抗 有一些反抗的行为 对反抗的行为是真的非常的荒唐 对就是大家真的想不到 觉得中国人真的有就是可以出来反抗的一天 然后后来其实后来12月之后 北京就开始放宽那些疫情的限制 所以没有导致就是真的 没有让抗疫的状况更加的严重 对 然后但是呢 但是世界分析是说 觉得2023年之后 中国死于COVID-19的人数还是会飙升 因为他们就是没有打到 就是没有大家都打到有用的疫苗 所以说2023年他们的死亡人数 还是会 还是会增 还是会再继续增加 虽然说中国就是没有像 就其实我觉得这只是时期问题啊 就是像美国或是一些西方国家 他们都是一开始的时候死了很多人 然后后来打了疫苗之后就解决这个问题这样 但中国就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先把大家关起来 对然后后面就是现在 所以人家已经过了最痛苦的时期 可是分析师判断 中国还没有度过他们的 度过他们的危险期这样 因为就其实要这样讲 其实是20 就算到2022年底啊 还是每个星期都有2000个美国人 就是死于COVID-19 所以说这个 所以说就是有时候就是一个时期 然后有些东西你必须要让它 你必须要让它过去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非常大家都觉得非常痛苦的事情 就是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真的超级崩溃的 大家应该都也都非常深刻的感受到 就是东西变超级贵 然后 生活过着非常的痛苦 对 然后其实70年代的后期就已经就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 就任何经历过 70年代的人呢 应该都有看过通货膨胀 吞噬自己的生活的感觉 其实现在就差不多在进行这个状况 然后后来那一次 那一次怎么解决的呢 其实都是就是是美国是美国联邦政府直接强势 强势进场 然后打就是去去提高利率 然后引发了残酷的经济衰退之后 才把这个通货膨胀的趋势给打破 对 但其实其实就是就是也是非常辛苦 然后在那之后 在70年代之后的40年呢 世界就一直都生活在一个低通货膨胀的环境之中 但经济学家就会很担心 就是通货膨胀率降的太低的时候呢 反而会产生就是灾难性的通货紧缩 对 然后为了 就是但其实没有发生这件事情 没有发生经济学家认为的事情 就是避免了这个 就是没有通货紧缩的危险 然后结果2022年直接通货膨胀率 就会很低于飙涨 对 但主要呢 价格飙升跟价格飙升的主要原因 当然是因为就是供需问题啊 供应链问题 共同推动 从其实从 从2022年一开始就是 可能如果有在听鲨鱼的人 就会发现就是有一大堆那种 供应链问题导致的新闻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可能蛮好笑的 然后有一些可能就真的是 影响非常深重 对 就是这个供应链问题 从2022年开始就 非常的严重 那就是很大部分啊 当然是因为 当然是因为有些疫情啊 疫情其实就已经导致了一些供应链的问题 对 然后再加上一些地区性 再加上一些地区性的问题 就是像是那个 像是那个战争啊之类的 也是直接打乱了全球的供应链 导致商品整个都短缺了 然后这个价格飙升的问题 当然是也经济方面严重影响了政治方面的不稳定 因为就是大家就是吃不起东西之后 就会就是会引发公众的一个愤怒嘛 就大家因为毕竟大家如果没办法生活的话 就会开始怪政府 或是就是对 反正政治就会发生一些 就会发生一些动荡 那问题是那个通货膨胀的主要治疗方法 就是要去提高利率吧 就像1970年做的事情一样 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是对于现在 因为主要是供应链问题所导致的 所以所以这样来做 其实是没有办法真的很解决问题 而且还会因为利率提高 所以引发经济衰退的这个缺点 那美国呢跟其他地方的中央银行 当然是希望可以实现什么软着陆 就是就是希望可以让这件事情 不要就是不要很不要很重重的 就是这个影响跟冲击 不要很重重的打在地上这样子 对但是即使呢 他们成功了 这些更 这些他们提高的利率 就是会让那些负债 就是那些债台高足的 的穷困国家会非常非常的痛苦 对就是利率提高之后 他们他们就会更加的穷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环境变迁 环境变迁就超级严重 环境变迁基本上已经讲到 不用再讲了吧 就是整整年就有一大堆 各式各样的灾害 全部都开始出现 就是这个事情啊 40年前最早科学家警告说 可能会有气候灾难啊 或是一些严重问题的时候 大家都不以为意嘛 然后就觉得说 那个就是以后的事情 但是呢40年后的2022年 就是以后就是当时的未来的 也就是现在 所以说就是这些 这些恐怖的事情就已经到来了 然后甚至现在大家听到什么森林大火 还是怎样 大家都已经把它当成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 滑过去 但是其实这些问题是很严重的 像是欧洲 欧洲的那个史无前例的热浪啊 然后烧掉了森林 然后干掉了河流 对然后其他的国家 像巴基斯坦啊 前面就已经讲过什么各种洪水 就已经很惨了 然后也有残酷的热浪 然后就再来一些大雨 就是整个国家就直接毁伴了 那美国 美国西南部其实也经历了 就是超级超级创纪录的一个干旱 然后基本上 就水不够啊 然后农作物都减产了 各种情况 就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惨烈 虽然说呢就是 大家就是会 科学家当然会努力的去做一些技术的进步 像前阵子鲨鱼有讲到说 要培养出更能够耐旱 就是更能够耐旱 就是能够适应极端气候的一些新的种子 对但是这些的速度 就是要看到底是 气候变糟 东西种不出来速度比较快 是他们研究出那些足够耐旱 足够能够适应环境的种子的速度 就是在比速度啊 看谁比较快就会 就会胜出嘛 对但是其实呢就算是这样 就是也 就是对于 可能对于穷困国家的状况 都只会 都只会更惨 对 就是 就是他们 不管怎么样都会成为最严重的受害者 然后再加上前面的种种情形 就是未来的话 全世界的穷困国家会 会过得更加的惨烈 然后再来到 来到 倒数第二个 重大的事件就是这个美中的 美中的局势 对美中的局势基本上大家都有目共睹吧 毕竟在这个2022年的十大重要事 重要世界事件当中 台湾的名字是就是被写进这个美中紧张局势的这个第二名里面 所以说其实这里真的算是一级战区 对其实常常国外新闻整天都在报 就是 就是有那个 就是有中国的飞机飞过来或怎么样 但其实你看台湾人的 台湾人的新闻 其实到不可能说还是都在关心 就是一些国内的 国内的状况 但就是可能很多台湾人都不理解说 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 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世界重大事件的第二点当 第二点里面被写到的 那 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在这个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状况之下 然后中国不仅支持 然后还就是各种 各种以恐吓台湾的 的状况的这种行径 然后去挑衅 挑衅美国 所以说就是被迫 就让美国就是只能放 真的放弃就是继续跟中国 保持这种 非常正向的关系 对然后那个 就是 裴洛西来台湾的事情也是 也是2022年的重大事件 因为就在裴洛西访台的八月份 就是美国跟中国的 关系的紧张程度就是到达了 最高点这样 那这部分大家可能都 都还蛮了解 对 就不再多说 那最后一个的话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第一名 第一名最大重大事件当然就是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这个大家应该就不用猜了 对 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件 那这个事件当然就是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束 虽然说 我觉得非常令人惊讶的 应该就是大家都没有想到 应该说俄罗斯也绝对没有想到 就是乌克兰可以撑那么久 然后甚至导致原本是说要把 要把那个整个攻占下来 结果后来变成只想要 只想说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去 那个解放东 东巴地区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最后就是一些 一些地方也都被 也都被 都被 都被乌克兰收回去 对 所以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虽然说 停火 2022年结束的时候 停火是不太可能 对 但是 希望就是 冬天 能够 就是希望这个冬天过去之后 就是情况可以好转 不过 分析师是认为 非常的困难 而且因为到了冬天 然后俄罗斯 认为说 可以 就是可以趁这个冬天 艰困的环境 去打破乌克兰 就是努力坚守的意志 然后这时候 他们去瞄准一些 关键的基础设施 很有可能就会 就会让 乌克兰撑不下去之类的 目前他们策略 可能是这样子啊 对 然后全世界也还 非常痛苦的在承受 那个 因为俄罗斯 引发的那个 价格 能源的价格充值的问题 这也算是 就是各种原物料上涨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点吧 那关于这个 2023年展望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 好像真的 嗯 没什么好 就是 没有什么好 没有真的很多好消息 可以跟大家分享啦 对 但是我觉得其中一个是 他们预估2023年 就是COVID-19的 这个疫情会 会正式的结束这样 然后还有 那个 电动车会 电动车会大 电动车的数量会大增 然后 还有就是各种 科学研究方面 其实有蛮多 有蛮多 蛮多 各种不同的那个 各种不同的一些 进步之类的 对 然后其他的部分的话 还有 像是 有一些就是他们预估说 大家会对于就是网路上的个资安全什么 会更加 65%的 65%的人口会开始 就是 就是有 让自己的那个个资 是受到保护的状况 对 但感觉其他就是 都不是很 都不是很 很乐观的一些消息 对 那如果要说科技方面的话 有什么方面会特别蓬勃发展的话呢 应该很明显的就是有 像是电脑的这个计算 电脑的计算能力 然后还有就是 AI 然后机器学习 然后还有延伸的 延伸的那个叫什么 延伸的虚拟实境 就是实境方面的感觉会 会做得更加那个 更加 更加真实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 关于就是 关于大家的各自 就刚刚讲到那个 各自安全的部分 会 大家 会非常重视那个 网路上的一些 自己的自己的资料 保护的安全这样子 然后还有这3D列印 然后还有基因科学 跟能源 能源方面是 一定会成长的原因 是因为 就是跟刚刚前面提到 因为那个 价格就是 原本那些 就是俄罗斯的关系嘛 所以能源价格上涨 大家一定会被迫就是要 投资更多去研究新的 新的能源的解决方法 对 然后再来就是一些 机器人自动化 然后还有量子 量子电脑 然后再来就是VR VR跟AR 然后区块链 跟那个 5G 5G 好像预估说 5G会完全改变这个世界 基本上呢 有了5G之后呢 网络的世界 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对 就是他认为说 是可以彻底改变 我们的生活的 然后像是那些 AR或是VR 先进复杂的技术 都是需要 超过5G 才能够 去完成 对 才能够就是 应该是速度要够快 那些东西 才能够马上就是呈现在 你的面前这样 然后再来物联网 物联网也是 就是把一些东西 跟那个 就是一些智慧的家电啊 之内的 跟WiFi连接 然后去做一些应用的东西 在2023年也算是会蓬勃发展的 科技之一 然后希望我个人的话 就是2023年之后 我的喉咙可以 不要那么 不要那么 不要那么不舒服 感觉真的是 呃 真的是讲太多 真的是讲太多话了 真的讲太多话 所以这个声音有点 渐渐不行 对 感觉就是呃 科技的发展是很令人期待 虽然说 就是可能在2022年 很多大型科技公司都面临了 很不好的一年 然后像是那个 Facebook Meta 就是他们 也算是今年下滑了 非常多 算是成长了 十年 十几年以来 就是第一次有 这个下滑的状况 虽然说他们也是 很努力的在研究 元宇宙啊 就是弄这些虚拟 虚拟现实的一些东西 但是却 却没有 没有很好的 没有很好的结果 对 然后那个 就是 Twitter 也被Elon Musk 买走啊 所以其实今年真的 今年真的发生了蛮多事情 真的算是 可能真的会是 历史上的 转列点的一年 2022年 真的会是历史上 转列点的一年 尤其是以后 的那个 课本就会有 2022年的 就是乌克兰被进攻 被俄罗斯进攻的 这个 的这个 的这个新的 史实 一定是会 马上加进去的 对 所以说 今年已经 势必是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 不会被忘记的一年 但是说呢 2023年以后的世界 会怎么样呢 当然科技是一定会 继续发展 对 只是说 就是 科技发展速度 跟 大家面临 严重困难的速度 就是要看科技 到底能不能够追上 这样 然后要不然的话 大家就是迟早 会被那些 大家都已经听到 腻了的那些问题 给吞没 对 尤其是环境 尤其是环境相关的问题 或者是 现在的这个 通货膨胀问题 都是需要非常 都是非常需要 使用科技来 需要使用各种 科技来去解决 这些现状的 突然觉得 2023年好像 没什么好期待的 好像都就是 已知的一些 不好的事情 我觉得唯一可能 就是只有那个吧 就是只有 只有旅游开放 但是其实在 通膨 然后大家 就是越来越没钱 的状况之下 其实 呃 旅游开放 其实也是只是 属于那些 就是真的 很有钱的人 对 大家基本上面临通膨 应该都是非常的 非常的吃紧 非常的痛苦的一个状况 对 希望就是 经济方面 希望不要太糟啦 要不然大家 应该就是都会过得很惨 那我们就 再次感谢 订阅赞助的 惠人 Ean 大力男子 James Jason 黑约 毛毛 Hem Done Eluquid 还有Zeezy 就希望其他 Ean 就支持 夏日创造的朋友 可以在下方找到 Patreon 链接 里面有不同的 惠人等级 还有不同的 福利 给大家参考 就希望大家喜欢 今天这集 2022年的 回顾的话呢 可以多多把这集 分享出去 给就是 跟你一样 有兴趣的朋友 然后可以在 那个Apple Podcast 帮我刘欣欣 写下评论 对这节目成长 也很有帮助 那当然 也欢迎大家 去收听 我的另外两个Podcast 其中一个是 鲨鱼 今天提过很多次 就是都会跟大家 分享一些新闻新资讯 在每周26 只用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 得到非常多的 有序支持 应该还蛮划算的吧 那听说动物的话 当然就跟大家分享 动物的知识 就希望 牛肉 顺带不已心 批判 可以继续在 每周三跟大家相见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